Hello 各位科学库人物的podcast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科学库人物的podcast专访 那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Robert 那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位来宾 那最近因为要做他的 反正就是做一些research嘛 要研究一下 那我也是把他这张整张新专辑一口气给听完了 刚好在一个 不会很轻松的一张专辑其实 那其实我觉得正如他的专辑名称 Just Be A Rock一样 在其他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否跟我一样 在像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 心绪总是会有一些不太稳定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适合 把这样专辑拿出来听的时候了 好不好 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 关浩德 Hello 大家好 科学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关浩德 Walter 你好 你好Robert 因为他刚刚我们前面有先提到 这是他这是来台湾宣传期的第一个节目 对 可能有一点 还是有点紧张 非常紧张 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 做第一个专访 然后接下来也是面对新的观众新的群众 对 还是有点紧张 兴奋也是多一点吗 会 兴奋还是会多一点 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 当然之前 当然之前都主要都是在在中文那边宣传还是比较多一点 那这是新专辑就来台湾这样子 对 对第一次 对 那这是来台湾你前面有提到吗 我们刚刚讲说你只会待大概一周的时间 那这一周的时间除了宣传以外 还有其他空档吗 其实有的 还是有的 对 就还是得做一个旅客 吃吃逛逛 有想好去哪边了吗 去哪 倒还没想好 就可能让朋友安排吧 让朋友安排 对 有哪些可以举例一下 是牛肉面 鲁肉饭 然后昨天吃了一个拌面 拌面 但它有点像一个单单面 面的一个拌面 好好吃 吃了那些卤味 哎呦 吃了点卤味 对 有开始慢慢再体验一下台湾的那个饮食文化 对 应该都还算吃的习惯吧 可以啊 天气应该 这几天天气应该都还行 我昨晚才到 对 然后天气挺好的 对 还不错 我昨天气真的蛮好的 室内的空调有点太猛 太冷了吗 好冷啊 昨天我在那个酒店 因为我香港其实空调也是很冷 都开很强 我都没想到我会受不了 真的吗 对 很冷 我昨天真的得关掉那个空调 当然不错啦 因为这几天刚好也比较闷热 稍微降一下温也是不错的 应该现在开始变转暖 对 会开始比较闷热一点 那我们来开始聊这样新专辑嘛 好不好 那我刚刚前面intro的时候 我有先提到说 就是这张专辑真的很适合在你需要把你的心绪给平静下来的时候 或者你需要一些快乐的能量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一张专辑 像在那之前你是先做了一个四季的一个概念一批 是的 其实这个专辑就是围绕着四季 有12首歌嘛 然后我分了每个季节 对 三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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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春夏秋冬就是顺着下去的 然后我是怎么分 就怎么样才是春夏秋冬呢 就是我自己有对不同季节 有一些想象 有些音乐 我发现我其实放那些歌到我自己听歌的歌单里面 我也会用季节去分 用季节 对 可能有些歌我觉得特别平静 失怀的音乐 我就觉得是冬天 特别纠结遗憾的是秋天 比较dreamy啊 梦幻啊 就是春天 然后夏天就是比较激动激烈 然后比较有能量的就是夏天 那我就有这些想象 我就想试试看 我能不能做一个专辑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也尝试用季节去分那些类型去到他们自己的歌单里面 所以就做了这个主题 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是吧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因为可以感觉到你对于不同季节的感受 然后我觉得在 像比如说我现在在算是也算进入夏天的嘛 其实这边也算进入夏天了 然后反正我回去听一下冬天的歌单的时候 其实又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个灶热刚好来电影 这种很平静的感觉 降降温 对对对 好像把那个兴趣真的是有把它降下来的那个感觉 我非常喜欢 其实也是就怎么说呢 不是说在一个季节就听那个季节 对对对 想要去哪个季节你听歌就可以进去那个时间 还挺好的 专业每一张歌曲里面的情绪是很不同的 我觉得说里面可以很快的感受到说 你想要带给我们的情绪是什么 对我觉得是这个很听一张专辑我很喜欢的事情 因为有些专辑它就是可能 每一首歌可能分开来听都没什么关系 但有些专辑就是这样连贯下来听的时候 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这种是我个人啦 非常喜欢的一种表现的一个信息 比较有一点点连贯性 对对对对对 我的专辑我觉得也算有吧 就整体的那个氛围 对氛围感是有到的 因为我如果说那个歌的可能歌词的内容 或者故事上是不是有特别连贯 那确实没有 对 但是音乐上的感觉 对 氛围是有的 就顺着真的是春夏秋冬这样 对对对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情绪的演变的那种感觉 非常舒服的一张专辑 当初最一开始 这个概念是先从哪里开始来 怎么会想说 我来做一个跟四季有关的东西 但你前面有提到说 你自己很擅长 就是个人也很喜欢说用四季来去拍歌吗 那你怎么会想说 不然我就这样子做一个专辑好了 这个问题好 我记得有时候我发完歌之后 在一些评论看到说 觉得关浩德的音乐好冬天 然后我就去 怎么才算是很冬天 然后我就去听不同音乐 然后我就想象 我能不能听完这首歌 就给他一个季节的一个 就assign一个季节 然后其实也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 可以说出口的 对 突然有些比如说形容词说 春天是什么感觉 冬天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发现 我是可以把不同的音乐分类 不同季节 那我不如试试 就正好我需要做一张专辑 也没有什么特别主题想到 那不如说把它分开不同季节去做一下 对 所以就刚好把这个概念给延伸出来 对 而且这样做就是我喜欢的 因为风格也 我觉得也挺多的 然后也正好有一个 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不同类型的东西都带出来 刚好就拼凑的出来这张专辑 那我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张专辑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 你选择 Just Be The Rock 当作这个专辑的名称 那当然Just Be The Rock 因为我个人呢 也是那部电影的忠实的一个粉丝 正想说 对我刷了很多遍 而且我也有拍过类似做 他装作reference的一个武打短片 everything every always wants 然后台湾的话是妈的多重宇宙 中国那边的话可能是顺时全宇宙 所以其实看到那个时候就说 这好像跟我感受到的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就去查了报道说 真的你也是从这里受到这个启发 你是听到那个歌就直接联想到这个 我先看名字 我先看名字 就说 居然是这个名字 然后我就点击听 就是那个平静的感 就让我真的觉得说 我回到了 他们母女俩在山上 对对对 很平静 没有任何对白 那个沉静感在里面 是是是 整个心去就被压下去了 就整个人非常的平静安稳的那种感觉 对 对那一幕太震撼了 我觉得 我没看过有电影是这么去呈现一个内容的 一句话没有 就不讲话 都是用字幕 对 然后可能有两分多三分钟 对 然后他要表达的那些内容也是很 能平静你的心 对 然后我就是看完那一幕 我其实是整个电影 整个电影都太太好了 他要说的东西 然后那一幕就真的太震撼 我看完之后就就想写歌了 就Just Be A Rock 就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这个电影 如果没看的话真的需要去看一下 真的要去看一下 对 然后他就是呃 讲你其实没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焦虑 或者是对 去纠结太多 你就好好的存在 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对 就石头就是坐在那儿 那么多年 几十万年 他也没有什么焦虑 他也好好的存在 他说人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的 对 那我就觉得 就跟我可能现在的状态 或者想要提醒自己的状态 嗯 就挺相似的 所以就写了这个歌 其实想要借助做一个帮自己的状况 也是沉浸下来一点 对 是 但很多人会误会 就特别我在内地的时候 他们说 看见 Just be a rock 他们说 啊 肯定是摇滚 你说 就是当个摇滚这样子 对 我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就也吓了一跳 也不是不行 但那点进去听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对 他说 而且很多人觉得啊 你说 Just be a rock 对 你肯定是想要很坚强 哦 坚毅 对 要做一些事情 但其实完全的相反 对 Just be a rock 是你不用特别 很坚强的做什么东西 你是好好平静的存在 给自己更多的包容啊 我觉得是大家都在学习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 Just be a rock 这件事情就是 让自己好好的记得 自己还存在 还活着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就生活都很多 就很难很peaceful 对 很难找到那个瓶颈 对 然后看完那个电影 我就特别收到那个 就感动 就因为他真的在宣扬这个 这个不用特别勉强的去辛苦 焦虑太多东西 存在 对 也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 怎么存在 对 给自己很多压力 对 但其实他用石头去比喻 对 你好好的像一块石头 对 存在 就其实可以很平静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你说到这句话 跟当时的那个情绪 影响了很多 有很多的感触 所以才把它选择当作你的 专辑的名字吗 是 对 其实一开始制作整个专辑 都还没想 我要那个专辑的title是什么 对 但定了四季的主题 其实也没有真的一个故事想说 那不如就用我最喜欢的 Just be a rock 去做我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 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里面 最有意义的一首歌 所以我就直接用了这个 去做我的title了 对 很哲学 其实直接这样看完 是个很哲学的感觉 对 可能思考的东西比较多 对 就关于人生啊 生活状态的一些思考 因为你的生活也是相对上 是非常忙碌的嘛 不只是说你现在要专心 在自己的作品 在荧幕前这样子跑动 那当然你过往 我们熟知你的身份 就是幕后的一个工作人员 音乐的总监啊 或是个producer 都是你的身份这样子 对 我就做可能做现场演出 比较多啊 还有乐手 对 也编曲制作 那那个过程其实很忙碌的 呃 看情况 看情况 看有没有 也不一定的 有巡回要跑的时候 就会很忙碌 对 有时候真的演出多就就忙 对 比较忙 因为我现在也在做幕后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说制作编曲 我现在做的少一点 嗯 但我会演出会多一些 对 当然乐手的部分会多一点吗 呃 对 乐手还有我 其实我今年 哦 今年开始只做 主要做一个艺人的 fan leader 哦 对 山一纯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的音乐 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的歌手 这前年也算是 创红速歌也是蛮快的一个歌手 对对对对 然后主要现在就是做他的事情 还有自己 对 呃 的音乐 对 因为像那时候我看你的方谈 你说你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啊 你必须 你当时当时也是身为一个 也巡回 一个在跑一场巡回的音乐总监吗 我记得 哦 是 对 就是我很好奇的点是 因为接下来你可能还是会 这样子到处两头跑 嗯 你会怎么样去平衡这样子的生活 对没办法怎么故意平衡 哈哈哈哈 就是敢 敢吧 敢跟做 对 呃 其实现在还好了 因为我接别人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嗯 主要是专心做一个艺人 然后还有就自己的东西 但是确实就是创作是需要很多时间跟精力 对啊 精神 就现在我在忙 比如说宣传啊 或者我马上会有自己的巡演在内地 对 跟香港 嗯 然后其实现在没有那个精力去写歌创作 对 就真的要好好准备演出 然后想就就演出完了 嗯 再再创作 就很难真的同时做不同类型的东西 因为创作跟 比如说创作编曲制作跟演出都是分的挺开的 对对对 一个状态 真的真的 对 所以只能说 尽量去 就真的需要一起做的时候就尽量做 尽量做就对了 对也没有什么方法特特别去平衡什么 因为确实这个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失衡的啦 如果真的说要完成的好好让自己放松 又要让好好自己投入在创作 这个很难是共存的一个状态 对对是 也很难说一天24小时都想着啊 音乐音乐音乐 对啊对啊 就有时候还是得要对 对啊 休息一下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你过往都是在幕后的身份比较多 那现在是站到幕前了 那我觉得在幕前准备表演的强法跟逻辑是 多了很多东西要去考虑的 不管说你的视觉的呈现 然后你的服装的呈现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说 你要去在意跟焦虑的点了 对 你有没有觉得从幕后到目前 你个人认为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 刚说的那一些 对现在我要 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多想也不行 就是我的公司也会说 你这么穿不行啊 你这么拍视频 你随便你也得 对就挂个美颜也好 和人后发装 就很多这类型的东西 呃是我要习惯习惯的 而且就是要讲很多话 对平常在幕后没人管我的 就没人理我 对就哪怕 比如说做音乐总监 很多音乐都是你去管的 你去编 你去把乐队所有东西安排好 但是没人去去在意你 对 就说实话 那但是现在就自己走出来 就是多了很多需要宣传的时候啊 需要讲讲自己创作的理念 对 也是我在学习跟适应的 很大的一个东西 讲话这件事情 对因为讲话也不是我 就我不是很擅长表达自己 哦 不算擅长表达自己 对 比如说就可能我自己的粉丝 都是不是也知道我在 嗯哼 social media上 对 就很少发一些音乐以外的东西 对没错 对我都也不怎么讲话 对 我可能就是把作品发出去 对 然后也是平常 平常post的东西 也是音乐相关弹唱啊 或者改编 所以表达自己 是我在努力修炼的一个 面对去接触粉丝 跟观众互动这件事情 也是需要去磨练 这跟性格也很有关 我是挺内向的 所以我就不会很主动的去 表达自己太多 因为要逼得自己从内向 走到外向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很累啊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这样平均 可能也不一定是要 把自己就是变成外向 但是就还是内向 但是你需要表达的时候 还是得好好 得好好的说话 所以还是练习表达能力吧 我猜 对 不错 那今天就当做一个很棒的练习 这个星期都很多机会 很多机会也好练习 那你现在看 比如说你的Instagram 还是说看微博也好 相对来讲 你的东西都是比较发 分享在你的音乐上面的东西为主 对绝对 那你比较擅长 可能用你的歌曲去跟你的听众们对话 这样说好像也挺厉害 对 这样说就蛮厉害 但我就没这么想 就单纯就是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 那我就单纯的分享音乐 我也没想太多 也没想那么多 对 讲话也没什么特别想 想讲 对 所以我就用音乐 没有也不是说用音乐说话了 就好像有点 有点 有点太 有点太专 对对对 那就其实就是分享音乐 单纯的 很自然的 对对对 也没想那么多 对 可是这个是一个四季的一个EP组成 组成后变成了一个专题 我蛮好奇是这四个part 你有没有各自最喜欢 或是你觉得最能够凸显出 那个意义的歌曲呢 没有 没有 好像真的没有 可能因为所有都 所有歌都是自己创作 从词曲到编曲制作 都是自己 所以每一首歌肯定有一些点 是独特的 我觉得那首歌 然后都有喜欢的地方 对 所以如果要选的话 就只能硬选了 但其实每一首歌都有 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对 比如说 比如说夏天 Leave Me Alone 它是唯一首粤语歌 对 我是喜欢它的词 跟它的能量 对 对 然后比如说 也是夏天 对 Are You Ready 另外一首歌 它我就喜欢它 整个编曲的那个音乐性 会更丰富 所以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点 我是喜欢 因为我那时候在听 唯一首粤语歌嘛 就Leave Me Alone 对 听完之后 其实我第一个字 我好想要吃吃看 洋南宝 到底是什么味道 什么 洋南宝 对 我还想吃吃看什么味道 哇 这里面一直疯狂的提到 对 但其实我 其实我不吃的 你不吃的 真的吗 我是不吃羊的 你不吃羊的 对 但我就把它写进去 所以甘醇就是刚好合韵 对 就是因为合韵写进去的 因为也是很难写的 那些音调是很难塞进去的 然后确实我写词的时候 那三个音 是很难有词 刚好可以塞进去里面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洋南宝 洋南宝 哇 挺好的 好像 然后就 而且这个歌本身是比较 playful 比较 对对对 有趣一点的 玩味比较大 那我就 既然可以这样 我就塞进去 但其实我自己是不吃羊 对 我想要可以分享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 还蛮好奇的 你吃羊吗 我吃啊 那就是 我不吃羊是因为我 其实不太喜欢它那个山味 那个山味 对 对 如果 就反正洋南宝 就是很浓烈的那个 洋味嘛 哇 那个洋味是很浓厚的那一种 哎 他们 喜欢吃羊的 都是喜欢那个味道 没错 因为那个味道就是 我觉得它最香的点 你喜欢吃羊吗 对 因为我喜欢的 那你要去试试看 好 没问题 我以为说是可能是你很喜欢的一道菜 没有 也没有 非常害怕 就居然是把你害怕的东西放了进去 对对对 对啊 因为香港最近太多 像这阵子吧 这阵子很多朋友去香港 就为了做一件事情 一直在买蛋挞这件事情 蛋挞 对 蛋挞 香港很有名 对 可是我记得前几年没有看到 这么多人专程飞过去买蛋挞 对啊 蛋挞是一直都挺有名要试的 我还要餐厅 我居然没有吃到 你没去 你去过香港 我去过一次 一次 对我去过一次 哦 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了 哦 对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去了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那时候吃什么 哦 我印象最深刻一定是澳洲牛奶公司吧 哦 那时候应该刚开了 那可能是 你喜欢吗 很有趣 应该说体验很有趣 再怎么说呢 东西的味道也是我没有想过的 它其实很好吃啊 我非常喜欢 它的炒蛋 对 是最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它炒蛋 然后你说大排长龙 对 排一堆 非常多 对 然后他们服务是不是很好 有趣的服务 就是那个服务这个样子 但是排队的人还是 对 还是进去被他们 好好的服务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啊 你发现如果你去香港 然后想要找一些有趣的餐厅吃 好吃的餐厅吃的话 你就进去看那个老板怎么讲话 那个老板讲话越凶烫的越好吃 不好意思 不一定 不一定吗 牛奶 澳洲牛奶公司就是有名 就在这个地方 好玩的服务 对 好玩的服务 但是又真的好吃 对 真的好吃 然后大家也愿意去 那现在有点不一样了 好像近年已经说 他们的服务又 内敛了一点 对对对 好快点来吃 就可能改变了 对 所以我也很久没去了 所以下次你去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好啊 就牛奶公司 回味一下 看看那个服务 有没有怎么变动 有没有怎么变动 好没有问题 我有好多久没去了 真的很多朋友去 就说 好像可以再去一趟 我们继续回到创作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 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因为你之前都是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 你是做幕后的围主 那你跟的蛮多 有名的歌手合作过 那我们不用 把那个名单拉出来看 但是如果上网去找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蛮多 就是官方的之前合作过的 一些歌手的名单 那比如说像是 我之前听过一个 最有趣的事情 是你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最开始有做音乐的契机的时候 是跟方大同有关嘛 2015年那个时候的 那个演唱会 对对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更早了 应该说我初中高中开始 就是听 没有没有 没写 就我因为听方大同音乐 它影响我很深 对 然后我就那个兴趣 越来越浓烈 然后就开始好好学习 到了大学 高中到大学 就开始好好学习 但我觉得 也是因为方大同 对我影响很大 然后我就 大二的时候 其实开始想 就是说能不能 试试看 就职业做音乐 因为我那时候 在大学里面 认识了一群 很热爱音乐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是说 我肯定以后 是做音乐人的 是有热情的 对 然后我就说 原来可以这样的嘛 因为我也喜欢音乐 但我没想过 我可以做音乐 作为我的职业 对 我觉得我没这个能力 但我看见他们 其实我们好像 能力也差不多啊 然后你觉得你可以 那其实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信 为什么我不能试试呢 对 然后就 大二才开始写歌 然后好好练琴 学编曲 然后所以我 其实我本身在港大 是读心理学的 那我读完之后 我就真的想要尝试音乐嘛 所以我才去了伯克利 对 伯克利 伯克利 那去了伯克利 其实我本身没想到 真的进去伯克利读的 是先去一个summer school 哦 去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那就是在15年的那个 summer school的时候 对 刚好方克腾他做他的演唱会 对 然后他做了一个比赛 算是 对对对 他是一个比赛 在slash宣传吧 我猜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港 香港台湾还有内地 三个地区 他反正有一个比赛 让我们粉丝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 然后他们就会挑选 最好的吗 反正他用他们的方法就挑选 好像还有投票 还有投票 对 然后很幸运我就被选了 对 就可以上去跟方拉同合唱一首歌 对 在他的演唱 love story love song 对 love song 就他在香港两场的演唱会 对 就跟他 他表演了两次了算是 那算是你的一个初体愿 对 真的真的 那次就很很开心 因为真的偶像 但很遗憾 很遗憾就没什么 太多交流的机会 联络下去这样子 对 就因为 他演唱会也是很忙乱的 他也非常多的东西 我也 我只是一个小朋友 然后可以有机会跟他同台 对 就是唱一下歌 也没什么太多机会 可以真的交流 但那次的体验真的很开心 对 然后第一次跟一个大明星 对 我最喜欢的歌手 对 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子跟这种巨星合作 而且还是你从小就非常喜欢给你这么多启蒙 这么多inspiration的人 对 就是你这辈子可能都会记得这件事情 肯定 这是一个 因为这边也算是 算是一个处女秀嘛 对 是 面对这么多群众的感觉 没想到时间也过得好快 现在也开始要自己巡演了 对 对 对啊 现在也要开始自己的巡演 在准备这个事情 我 其实下个月就是了 对 五六月我有几场的小live house演出 对 对 对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主要是吩咐在香港跟中国里面的巡演嘛 对 那什么时候会有台湾的巡演呢 有这个安排吗 我非常想啊 但是现在肯定不敢乱来 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暂时呢 我也没在台湾有宣传过 我也不知道 没有认识过 所以如果就是之后有这个机会 我知道可能真的 有人会来 听的话 我肯定想在这边开 开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要分享一下 好不好 分享一下 这一个礼拜接下来会有陆续非常多跟 关门的有关的资讯 好不好 那大家就要好好的支持一下 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蛮值得一听的 很舒服的一张专辑 真的很舒服的一张专辑 Thank you 那现在要开始自己的巡演了 然后那时候回想到那个时候 你面对的是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场景 有没有觉得说其实你都已经准备好 因为毕竟你也不只是有表演过 方大同的巡演 因为你之前也做过很多其他巡演的乐手 对 那其实对你来讲 这些经验呢 这些帮乐手跟当乐手的经验 或是说帮 当音乐总监的这些部分的话 有没有帮助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讲 是有帮助的 肯定有 但是又不是真的那么接近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对舞台的算是熟悉的 就是他怎么安排所有东西 我大概了解 但是你要作为一个歌手身份 做那个focus的话 对 那还是挺不一样的 一般就是你在后面也没人看你 你就好好地弹琴 然后把编好的东西演出来就好了 对 现在你要真的是那个忠心去演去唱 然后要想想你要怎么跟观众互动 你要讲什么 这个还是我需要很多机会去磨练一下 对 还是挺不一样的 怎么样做好一个目前的表演还是很难的 对 对肯定 我现在都是从小舞台开始 我也没做过自己一个 life host可能也四五百人 然后先体验一下 四五百人其实也不算特别小了 说实际的话 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小 但四五百人也算不小的一个群众 是 反正因为现在你要就好好的跑一个训练 肯定最小的场地也是从life host开始 对 大概就是这个size 对 对你自己来说 你在舞台上这些经验 身为歌手站在舞台上的一个经验 没有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点 身为歌手啊 对身为歌手在那台上的话 其实现在真的比较少 我可能今年才演过两次 对是两场 对也是live host 就很开心 我觉得我最开心是你 当你有粉丝真的陪着你唱你自己的歌 合唱 合唱 就真的很 那个开心是之前没有想象过 因为以前 合唱这个环节经常会看到 对对对 你当然知道底下会跟他们互动 对他们就唱他的歌 我就伴奏什么 都见过 但是当他是唱你的歌 对着你的时候 对那个感动是还挺强烈的 可能我现在还没 我希望不会说以后 就是精力多了 就不去珍惜这个东西 对 但现在目前每次有人去唱我的歌 合唱我都很开心 对 非常非常开心 第一次的那种心中 那种激动也是很强烈的 很很强烈 很强烈 哇感觉我会哭 如果是我偶尔 我第一次如果底下 如果几百个人同时 在唱我自己做的作品 我觉得应该是痛苦 你也写歌吗 我以前有写过歌 OK 我以前有写过歌 大学的时候也写过 大学那时候玩乐团的 那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玩乐团 但那些东西应该这辈子 再也不会出现在 任何的平台上面 我希望它就消失 现在回去听 现在回去听有点丢脸啊 会吗 小时候听自己写歌 我怎么会 我怎么那么厉害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怎么没人要牵我 然后现在早上 一看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经历过那个 学生的 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 真的是不敢打开 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看 你自己做的第一首歌 哇 我还记得是什么呢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我记得 都不是自己原创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 买了第一个声卡那时候 然后在家里 想要学学怎么录点东西 我还 我就搞个翻唱嘛 然后还很认真的 用着一个 还不会用MIDI 你知道吗 还不会用 我就用一个键盘里面 自己的声音 然后打鼓啊 录个bass啊 一个很烂很烂的声音 然后就用那个声卡 录到电脑 我那时候还还在玩那个 张国荣的 的我 他的那首 那首歌 然后 我还记得了 所以我知道那个quality有多差 对很深刻 你从头开始会用MIDI 那其实也很快了 做几次 发现哇 真的太难听了 还是要换点音色在里面 对 然后就问一下朋友嘛 因为朋友 那时候就大学 认识了一些 已经懂制作的 然后就到处的问 究竟怎么编曲的 你用什么软件呢 MIDI是什么东西 那然后就开始学习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 Kiple弹得非常好的一个人 呃 有有有弹 有弹 不敢说很好 不敢不敢不敢 对 但是弹出来的东西 确实都是动听舒服的一些乐句啦 我可以这么说 我相信这个应该还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这样子 那这样子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宽众会越来越多 对你来讲会是压力吗 哦 就是这种压力吗 因为你会越来的 你要面对的东西是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渐进的 暂时没有 暂时还没有感觉到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 就当然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听了 但其实你还没感受到的时候 对 也还不知道那个压力会是 对 怎么样 也不会特别去猜想吧 现在 就 但我尽量保持自己做音乐的那个心态吧 因为其实现在你说 粉丝肯定不多 但有没有很多人接触过自己音乐 那也有 不同的评论也看过 特别是帮大的艺人做音乐才多呢 有时候我的编曲也会被骂 哎呀 就很多这样 难免会有一些评论嘛 对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 当我帮别人做音乐的时候 我也没有收着来 我觉得好的 我审美 觉得好东西 我还是这样丢出去 然后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观众的审美跟我们也不一定一样 对 我们喜欢东西接受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 所以被骂编曲的情况也不少 但是我觉得我心态应该还算OK吧 我一般都是 自己觉得好 自己喜欢 艺人喜欢 就其实不用太管太多 对 那我希望我之后如果 可以更多人听我的音乐 更多人喜欢 那当然是更好嘛 对 我就应该会保持我现在喜欢想要表达 用音乐表达的东西 对 因为像我刚刚你有提到一点 算是我也蛮好奇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本身一直在做创作 然后当然你也要帮别的艺人做创作 那个时候 你的审美跟你的美学 是怎么样跟歌手去交流跟拉扯的 因为不一定都会是在同一个平面嘛 你们的名气跟想要不一定都在同一个平面 是 对 对 对你来讲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比较幸运是 现在不少艺人 对 歌手都喜欢的类型跟我喜欢 或者我擅长做的 都刚好是一样的一点 挺合的来吧 算是 比如说山一纯 他就是唱soul R&B pop的非常的擅长 刚好在你的一个手背范围里面 对 他也喜欢 我有时候编的比较复杂的东西 他也OK 对 那比如说之前袁亚维 也是 他的能力也是非常高 对 你做一些比较可能 黑人音乐元素多一点 他也完全喜欢跟 他完全是OK 接受 对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就 拉扯会有 还是会有一点拉扯吧 对 或者是之后就不用我了 哎呀 这个也OK 其实 还是会有一点摩擦跟这种 这蛮难避免 因为创作的东西很个人啊 呃 是 对 他其实很个人 但我觉得其实挺好 因为怎么说呢 我也不喜欢 呃 就是工作的时候 对 就特意去做一些 我本身也不喜欢的音乐类型 哦 所以我觉得不用勉强的 如果他我这么做 我觉得合适 我这么做 你是 不太喜欢的话 那其实也不是硬要我们合作 对 就除非我的心态是说 呃 我只是 为你服务 就你让我做什么类型 我就做什么 那如果我是这样也无所谓 但我自己性格跟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这样的话 是 那就 合得来就继续合作 哦 然后别的时间就做我自己 哎 做我自己 音乐 对 这也算是一个非常 专注在自己创作品质的一个人 我觉得很重要 对 我觉得跟不同的歌手艺人合作过之后 你会发现做自己音乐很重要 嗯 不然 呃 因为你只做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 你要满足别人的要求的时候 是 很容易有消耗 啊 你必须继续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才行 哇 很独立音乐人的感觉 是吧 真的很独立音乐人 这个很 所以没人认识嘛 说了一个大实话 这个没办法 有点难受 但事实 对 对 开玩笑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就做自己音乐太重要了 真的 因为本身想做音乐 就是喜欢音乐嘛 对 如果只是把这个音乐 变成工作 你只要做迎合市场的事情 然后做一些公式化的歌曲 对 就没意思了嘛 就不是本身想做音乐的原因 对 对 所以还是现在一直在 也不算坚持吧 我觉得很自然的 都是想要有时间做自己音乐 对 维持住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心态 对 还蛮重要的 做自己的作品 是是是 太重要了 对有趣 那这样子 我们刚才也提到 但你这样子 做了这么多歌手艺人 然后你自己 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合作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很多了 也没有很多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但最印象深刻 其实很多都很深刻 都很深刻 因为他们都是 我觉得很幸运 都是很优秀的 的歌手艺人 然后所以我很多都还 还记忆非常非常深刻 清晰的 那比如说你说有什么 现在能想到的 我觉得去年 有趣的故事也可以分享 去年就是山一纯 他第一个个人的线下演唱会嘛 在杭州 然后我今天那个时候是 他生日的时候 所以是12月底 对 就很冷 然后他在杭州开 然后杭州算是南方 对啊 南方他们没有暖气的 或者是他说有 但是其实开了等于没 根本就不会暖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体育 杭州的体育馆 体育馆 体育馆里面 然后几乎没有暖气的 零度 零度 对 就不算一个很冷 但是他在南方 零度不算很冷吗 对 湿冷就很难受 然后就是我们所有乐队是穿着大衣在 在 然后那些拉小提琴的都根本拉不了 然后就这个印象挺深刻的 然后 但最辛苦是山一纯 他自己 他唱歌 而且他要穿舞台的服装 对 他还穿很少 所以很佩服那次 我说你还能唱的那么好 零度 你在呼吸 那个喉咙都像被刀割过吧 对 我就说你怎么做的 我们 我们好菜 我就觉得 我们穿那么多 然后只是弹琴 都觉得不行不行 手指都僵的不行 对 他还能好好的唱 真的佩服 佩服 就是艺人 好厉害 现在要开始自己走这条路 我希望可以挑一个暖一点的地方 暖气强一点好不好 我也挺怕冷的 唐州旅馆这么大一个地下 暖气不强 没想到 可能南方就是 零度 零度不算特别冷吗 跟北方相比 可能他不是特别冷 因为比如说北京 对 就是零下14 15度 对 但是他在室内肯定有 暖气的嘛 对 南方就不一定有很好的空暖 平常不会遇到这个状况 不会 比较少遇到零度这个状况 不会 而且湿冷很难受 对 很难受 在台湾还是蛮感同身受 台湾湿冷时期 我就快受不了了 就已经好像很冷 香港也受不了了 对啊 那哇 零度 然后还湿冷 对 不敢相信 非常深刻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现在 从幕后的积累走到目前 然后你目前也不会觉得说 你当然我们刚刚聊到说 你遇到的困难吧 那在生活上面呢 生活上面现在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没人认识我 那哪有影响 有人在路上跟你说 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 很少 没有呢 没有吗 现在刚开始的阶段 刚开始 没什么人认识 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还没有开始感觉改变 放松 随便去都行 还算是一个自然的感受吧 对 还挺好的 但是说实话 其实我只是想做音乐 如果说以后 幸运的能有名气 我也不知道 如果说 给生活上会不会带来一些不便 但也不想太多了 对 就现在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太多的影响 对 生活上没有遇到困难 一点都没有 这听起来到底是要感觉 开心的这点难受 其实我也没办法分择出来 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 没有还好 但还好 对 还是快快乐 就还是做音乐 因为就是做音乐吗 对 就比如说现在开始做宣传 很多人问我 你现在是个艺人了 对啊 开始做艺人了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 因为我不觉得 还不觉得自己像个艺人吗 对 或者我没想标签自己做艺人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音乐人 其实 我只是想做自己音乐的一个音乐人 是 所以我 其实如果可以不有名 然后可以做自己音乐 能赚到一点钱的话 哇 太好了 就专心的做音乐 开极了 但我可能我金正听到会揍 你不有名 但是 就怎么说呢 是不一样的有名吧 你知道现在很多艺人 他的那个有名 就太夸张了 对 而且就是很多不是因为音乐来的名气 我希望如果我也是幸运的 有名气 我的粉丝还是专注喜欢听我音乐 那就是最好的 对 因为你的音乐蛮特别的嘛 你接触过的音乐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你主管说的 当然说现在很流行做R&B跟灵魂 Souls的东西 这当然是你的一个防守范围 也是你最熟悉的一个点 对 其实我也没有把自己归类 没有归类 对 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真的是R&B 或者Souls 我喜欢的东西有肯定有这些元素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港台的流行乐 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初中高中我都在听很多 其实抒情歌 嗯 港台的抒情歌听很多 但是我之后接触很多黑方 黑人音乐 黑人音乐 黑人音乐的元素 拦掉灵魂 Gospel 我非常喜欢 Gospel 福音音乐 对福音音乐 其实我现在很多的和声的概念呢 都是跟Gospel很有关系的 Gospel Jazz啊 Soul R&B都有 对 那些元素 但我真的没有说我要做什么R&B歌手 对 这样 我觉得如果大家听过我所有音乐 也会感受到我没有特别做一类型的东西 对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我也不想把自己标签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挺多 对 所以你不算是喜欢把自己标签画的一个人吗 嗯 对 也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 就因为 其实做音乐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独特的声音 对 那 而且现在啊 我觉得音乐很多都是已经融合了太多东西 就不像以前 可能你接触的东西没有现在那么那么方便 对 就是你现在你肯定 你跟你 你你你 华语音乐 对 你肯定有一些西方音乐元素 对对对 Gospel R&B Jazz什么的 很多乱七八糟 对 所以 也很难去 很细的 细细的去定义了 对 所以也没这个必要 对 曲风现在是越来越难分辨 对 东西融合越来越差 太乱了 有时候我看见一些新的词我都不知道 其实是音乐上它那个分别在哪 就是没有一个乐理上面的分别 反正或者它特别的怎么说呢 没有很明显把它那个分界 因为有些会越分越细 然后分到细到你也不要说干嘛多分一个这个出来 对 或者 对挺难的 我觉得现在是 对你来讲 你身为一个音乐人来讲 这个会让你变成一个不变吗 还是你就觉得没差 你就做你喜欢的 你感觉来什么就谈什么 对对我来讲还好 因为我一般都不是 我就学习阶段是很想去分好 对 我现在学的是什么类型 对对对 但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创作比较多 就开始没有想太多 就是特别有这个机会做自己音乐就更好 对 问题真的可以不用管 对 这就是我我喜欢的声音 是 是代表我的声音 那其实它混杂了什么东西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很重要 说出来的声音别人听 你自己听也觉得独特 那就足够了 因为音乐到最后其实就是分两个 好听跟不好听 也很主观 所以也不好说 你也不能说很好的用一个 应该说要怎么样用一个客观的标准 去评断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的 其实没有的 别想到 就认真的找自己独特的地方 其实想那么多 反正只会变成你的一个枷锁 对我觉得挺重要 就特别你要做自己音乐的时候 你想太多什么是好与不好的话 就更难了 对 对你就特别多的别的顾虑 就变得更麻烦 你更不好创作 你必须有那个心态说 我觉得好着 我就这么做 对 除了这些曲风本身的乐剧以外 你的其他一些灵感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哪里 你有哪些歌手 或是哪些东西 是你最大的创作的灵感来源吗 也是音乐上 对 歌词上面的创作来源都行 嗯 对 其实音乐就是 呃 就真的很多 很难去说 哪几个 特别 特别大的 一个 inspiration 其实很多 这些很多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一开始说 方法同啊 然后之后 Jacob Collier啊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那时候去了 Berkeley之后 就是疯狂被他影响 然后有一些乐队 比如Snarky Puppy 那种 Fusion的东西 也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很多 Gospel Singers 跟那些 Musicians的东西 但你如果说 其实创作的时候 你不同的歌 有不同的内容 想要表达 那其实就 生活上 你接触什么 都可以 嗯 嗯 启发 启发到 去写音乐吧 取自于生活 就比如Just Be Rock 就是 对 我看的那个电影 我有些感受 比如说我有 我秋天有一首歌 的那个内容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对 有一首歌叫做 Goodbye 对 然后有个括号 叫While I Still Remember You 就是说 再见 当我还记得你的时候 因为我那次 有一天我在想 我好像忘记了很多东西 哦 有很多人我忘记了 就比如说 我记得啊 以前初中高中 我都还能记得 我小学 呃 整个 整个class 的所有同学的 的名字 哇 或者是他们有学号嘛 对 一号就一直排嘛 我连他们 那个学号的顺序 我都还记得 这么清楚 因为那时候还初中嘛 初中高中嘛 都还能排出来 但是到了再大 大一点 或者我写这首歌 那时候我就 怎么想 想不起 哎 有些 有些同学 我记得他名字 对 有些 但忘了他的脸 哎 有些记得他 大概长什么样子 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我觉得很可惜 啊 就好像真的消失了 对 你不找到一些照片 可能真的这个人 就不存在了 在我身上 然后就有点 呃 有点感慨 感慨 感慨 都行 都一样的嘛 都一样 然后就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跟一个人 好好的道别的话 你必须是还记得他的时候 就好像有点违和 跟你的平常的生活中 但其实你真的忘记了他 你没有机会跟他好好的 没说 所以我就写了那首歌叫 Goodbye while I still remember you 所以你说创作的时候 就是生活上很多 你想到的东西 或者你接触到的东西 都可以变成音乐 去表达 观察的非常的细腻啊 对生活的观察的细腻 是很重要的 就正好有些想法吧 嗯 观察生活中周遭的事情 哦对 这个是 是让你多很多内容可以说 学会观察 这件事情 然后去多更多的思考 对 它就会变成你创作的一个 动力跟来源 是是是 对其实多接触不同东西吧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 我以前 特别在Berkeley的时候 我哇 我完全就是每天练琴练琴 然后听音乐 就所有东西都是音乐 我连 我随便 那时候也 也也没有什么钱 你吃东西也是去个 McDonald's这样 或是Wendy's在那边 对 然后就 15分钟 20分钟 吃一个4块钱的一个set 这样 然后就 还是一边吃 还是要找音乐 我要边听边吃边分析 这样 对 就所有东西都是音乐 音乐音乐 学习 然后但发 发觉 你要创作的时候 其实好像没什么想讲 太发挥了 你就只有音乐 对 但是你之后 有时候停下来 你去多 到处走走 看电影 看书 跟朋友聊天 你才有 更多的内容 可以说 对 还挺重要 生活 真的很重要 很有趣的一个小建议 可以给大家 这样子 对 都去拓展自己的世界 把自己的感官打开 这样子 不要只吃Wendy's 不好 Wendy's很好吃的 但很多人都很喜欢吃Wendy's 对 你自己 那个时候你自己都怎么吃 你都选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 就为了省钱 你在美国的那种 物价 物价好高 然后我记得他们有一个Four for four 就是四块美金 它有四个Items 有薯条 一个Drink 有一个汉堡 还有一个什么Chicken Nuggets 那所以就是Four for four 四块钱 好可难啊 你的生活 那时候也年轻也无所谓 反正有东西吃不饿死 然后尽快吃完去学习 然后就就是这样了 这大学生的生活看来 不管在哪里 大家都是一样的 是吗 对啊 大家都一样 能吃就好 别饿死就好了 或者男生就更加了 就不care这些东西的 只要不饿死好像就OK 那我不行 我不能把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抛弃掉 因为你们美食太多了 而且我很重视吃这件事情 那其实很好 我现在也不会再那么搞Four for four Wendy's那些 可以好好的去享受 享受一下这个世界其他的美好 其实也很重要 享受一下这个世界 反正你得吃嘛 对啊 应该吃好一点 刚刚我们除了台湾好了 我们不讲说美食 那你自己呢 来到这边做音乐宣传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搞Four我们可以跟哪些台湾音乐人合作 你们很想要合作的一些人或名单 我没有特别去想过一个名单 但是因为我其实听了最多港台台湾的音乐的时候 是初高中 初高中 我那时候真的听很多 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 方拉童也算也不算台湾 但是 蔡静雅 陈其真 林又嘉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就是都是前辈级的 其实很多还是用一个粉丝角度去看 就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 我肯定很开心 一定超爽 对就是粉丝 粉丝心态 原梦的感觉 对 原梦的感觉 他们真的小时候听 厂长的时候听很多 对 最近台湾有很多一些比较新生代的歌手 也是这样在做 就是做比较多节识跟RMV的人 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几个就是像 Joan爸爸跟黄轩这两个人 他们也是做很多 也比较fusion一点 也不是很传统的东西 做比较fusion的东西 很厉害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我喜欢 非常喜欢孙生西 孙生西 对 然后Hazy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的音乐也是非常好 Hazy来上过我们节目 你应该有看到 对啊 是不是都一段时间前了 有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 一两个月有了吧 哦那停静 不止吗 超过 我也忘记什么时候上了 对 因为他也是Berkeley的嘛 对他是Berkeley 我跟他认识的很早了 对 你是在Berkeley认识识的吗 对 哦在Berkeley就认识了 我们16年就认识了 哇 所以认识很早了 关系也非常好 对 对 Hazy 他 对也在努力做音乐嘛 对啊 对 然后 大概 是这样 就像这样 对对对 蛮简单 赫我也 啊 The Crane也很喜欢 也很好听 他们都 很多talent 我觉得 觉得台湾 在 就是 也算是比较Indie 对对对 确实 Artist 就是很多很好的声音 都是很独特 我觉得 Indie在台湾的 发展的环境 其实真的是 比以前想象中好蛮多的 哦 都有一些像这样子很有趣很独特的声音在里面 对对 能听得出来他们听音乐的那个 对 影响也是很 很多东西 对对 对对 这让我想想 Hazy来我们节目说 我跟我聊到的时候 他之前在Berkeley的时候 他都会跑去各种地下的那种小酒吧 然后去音乐酒吧去听 你是说Hazy吗 对啊 Hazy的时候 太多选择了 那边 太多演出了 你是跟他一起去听的吗 陪伴的 在纽约有跟他一起看过演出 因为他之后搬了去纽约 对 Boston的时候少一点 对 但因为去纽约 我没在纽约住过嘛 所以我每次去纽约 我觉得肯定是疯狂去看 看表演 对 去那些什么 Winter Jazz Festival啊 很多不同Jazz Festival 然后去疯狂看 就太多选择了 那边 现在想起 讲起来就有点 怀念了 有时候在回来之后 很少 就自己喜欢的 音乐的Artists 可以看到 对 那时候就是真的 随便 你真的每周都可以 找到好的演出去 去看 对 因为在亚洲这边 这边的发展 就是没有那么的广啦 对 而且之前疫情嘛 就也没办法 现在开始 Open Up了 所以也好一些 是 但是在那边就真的太 就如果现在在 美国读书的朋友们 真的要珍惜机会 去看演出 对 真的 对啊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 就是珍惜这个文化 很有趣吧 就是 那个是真的在亚洲 看不到的一个地方 到处都是那种 小街道Life House 跟那些音乐酒吧 走进去都是一堆 超级厉害的一些 爵士音乐 或懒调的音乐 在里面 就整个氛围不一样 对 那边的 说实话 就那个音乐的素养 还是高很多 他们在音乐这一块 我们还是在 努力学习 还在摸手 整个生态 因为你知道 在纽约特别 很多爵士的音乐 对 有很多 弹得非常厉害 就比如说 Berkeley 他本身 他其实是一个 爵士学校 对 他现在可能慢慢 转型了 有点流行的 一个东西 对 但他其实爵士 乐手 很多很厉害 然后在Berkeley 读完就去纽约 就居住 然后他们在 那些local gigs 弹得非常好 然后他们可以 一个晚上 赚个 30块 美金 那也算是蛮少的 你看 反正不能过一天 但你说 他们这个能力 如果在这边干活的话 那个钱是差多元 对 所以 但就是他们 整个生态 是那么competitive 他们的非常竞争性 太多元了 很强 然后就是 所以他们的素质 也是非常高 对 蛮期待 有越来越多这样子 希望 也肯定在进步了 我们这边 也一步一步来 对 节目到这边 其实也差不多 要做个尾声了 因为我们也其实 聊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要 还是帮这个节目 做一个ending了 也是蛮期待你 下次再来 我们考虑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聊聊 我们也非常期待你的 有办法在台湾开巡回 那当然是最好的 好 我也非常期待 绝对没有问题 那我在做你之前 那我想要 我都会有一个固定的routine 那就是 你身为一个音乐人 那我会想要请你推荐 你这阵子听最多的 或是你受过最大的inspiration的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 对 一首歌曲 你自己的可以 比如说你专辑的时候 你也可以推荐你专辑的一首歌 然后再推荐一首别人的 也是非常 也是没有问题的 别人打歌还是蛮重要的 哦 我推荐别人的吧 就不要推荐自己的 推荐自己会不好意思吗 对 说一下对我影响很大的话 我觉得还是Jacob Collier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有这样一个音乐人的存在 对很特殊的 而且他就也是非常的愿意去分享自己 对 所有东西 他的音乐 他开各种的master class 他做自己的音乐 对 都是给我们很大的 这是一个blessing 我觉得 对 所以我想推荐他的 Hide Away那首歌叫 Hide Away Jacob Collier的Hide Away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歌 对 也是 那你去听吧 我就不讲了 不用讲那么多 自己去体会 音乐就是需要我自己用身心去体会的一个东西 对对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 然后希望你接下来的宣传 都非常的顺利 谢谢 希望这是一个不错的小暖声 对 非常好 谢谢你跟我聊 那么多 不会不会 那我暖声习惯一下 讲话 好 讲话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吧 可以分享的自己的心理想话还是挺不错的吧 对很好 我觉得今天也聊很多音乐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挺自在的 我们看观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Robert 我是观浩德 Walter Kwan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 也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就是下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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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